都是什麼這樣 你就感受不了它的空性與悲心 意義就不大 所以我很建議大家禪修面對自己 你眼睛閉起來面對自己 你眼睛睜開看世界 我能對世界做什麼 你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別人怎麼樣我怎麼樣 我們對任何人都是一種同樣的悲心 而不能說嫉妒心起來 你會我也要會 這個我沒灌到 我要去灌頂 我不能輸人家 你沒有悲心你灌一千個也沒用 你不知道什麼叫菩提心你灌了沒用 你只是在跟人家比賽而已 所以修行這個我慢高山伐水難入 當你想要認為比別人聰明 比別人好的時候 你已經不知道佛法是什麼了 佛法是一種悲下的 一種謙虛的 所有眾生都在我頭頂的 而不是我比你高 我比你驕傲 所以我想在這一點 特別各位移民到海外來 不管你從哪裡來 要讓人覺得說我當初離開家鄉去學這個是為了回饋家鄉 尤其是在美國 後來又散開了 但是那時候覺得他們覺得日本流血回來 看他樣子就是那個樣子 你不會讓他覺得他是親切的 那這樣以後對他變成一種佛門老油條 又臭又難吃 你說他不是油條他又是油條 但是這是不好吃 因為他有一個 所以說我是鍍金回來的 那你對我又沒幫助 對我沒幫助 他只想讓對方尊敬他 我是那個地位回來的 我賺了這麼多錢 他對你沒幫助 所以我想各位 修行還是要有這些善知識 這些好朋友 他存在是為了幫助你 他重視你超過他自己 你可以接近他 他只是讓你去莊嚴他 你看我多厲害多厲害 我有神通 我信徒很多 大家乖乖的 這個你也不要 這個叫造神運動 凸顯自我 所以我想各位在世界各地 很多很多不一樣的修行的方法 不一樣的老師 你一定要去分辨清楚 佛的存在是為了眾生 不是凸顯他自己 因為佛的形象是你的形象 不是他的形象 因為佛展現出來的佛性是你具足的 他配合你而顯現形象 而不是說他有一個不變的像 希望你特別注意到 反而我們凡夫就很喜歡看到自己相片被蹬在那邊 這樣多好看 那就是你一直在凸顯自己 那反而沒辦法修行 修行要越來越縮小自我 越來越無我 越來越謙虛自己 越來越提升眾生的地位在你的心上 因為可憐的眾生是對你是最重要的 所以各位也不要進入上流社會 在法華經說 不要跟這些高官權位藏在一起 因為你會被他影響 我喜歡那個思維 我喜歡那個樣子 各個把你訓練成那個樣子 那你已經失去你的本性 但是各位也不能孤立 我到荷蘭來反正沒人理我 我這次去英國碰到一個女生 似乎我搬到一個地方都沒人 很安靜 我說乾脆你搬到山洞就算了 都沒人 但是風水不錯 土地有多大 不錯不錯 完蛋了 那你已經沒悲心了 因為你只在享受那種天界的快樂 或是色界天 玉界天就是說我找到一個好男人 我跟他居住一個地方 色界天是我不需要男人 但是我到一個安靜有山有水的地方 那你這樣還是一種自私吧 我說你應該回家鄉 家鄉苦欸 他們不懂佛法欸 所以哪裡需要佛法 我們往哪裡去 所以這樣來看 好 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在台灣有一個地方車禍 那個地方經常車禍撞死人 那有一位當地的政府 就請一位當地的法師說 你們想想辦法吧 那位法師說 好我下個月再來 然後他就買了很多米 那信徒叫他們 一人比這個還大包拿回去 告訴那些老伯仨說 你們一顆米幫我念七遍往生走 那他們會念的 一顆你念七遍 然後終於一個月了 那就答應去空所走 走吧 我們就去吧 那個法師拜託 你們把這些米就全部給他撒出去 這樣就好了 後來那邊沒有再車禍過 所以我想 並不是說光往生咒 而是因為這些法師知道 這些咒語的力量 這些菩薩也知道說 我念一念希望當地的鬼魂草度 不再有車禍 還有這個動機 所以我想對大家來講 那你只要會念心經 你會念地藏經 你會念什麼 最好你每次念的時候 旁邊都擺一瓶水跟米 或什麼念完以後 回向給他 希望透過這些米啊水啊 糖果餅乾啊香啊 走到哪裡 可以幫助他們 那我想生命最大的快樂 來自於你相信 而且你去做 他們一定可以得到利益 就像我昨天在河邊 我都會拿這個水念很多 跟水有關係的咒語 那整個河流呢 希望它變成甘露啊 變成咒水啊 希望河裡面的眾生 但是死亡的眾生得到超度 重點是我們慈悲了 而且有這個慈悲的動作去做 所以那這一包米 各位就可以做很多的用途 你回去可以給它包一包 小包小包的送給人家 希望你帶在身上發財 我還認識一位老倫婆姐 他身上帶一顆一些米 一身病就讓它吃掉了 因為他說這是我上司念過的 米對他來講 呱呱呱呱吃掉了 身體就好了 是因為他的信心吧 所以我想對每個人來講 並不是說他是真正的甘露丸 而是一個信心 有這個信心 再加上有這個悲心 對方一定可以得到這個利益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米天天 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修行 打坐 包括你打坐 包括你拜佛 這個功德都融入在這邊 因為他們不可能拜佛 我替你拜 那些魚也不會拜佛 那些鳥也不會拜佛 那我替你拜 我融入在這裡 我替你打坐 我替你念心經 而不是光米 而是說米啊水啊 任何東西都可以 最主要把你的生命 身口意變成功德 你走到哪裡 你的聲音變成功德 你的眼睛變成功德 你的耳朵變成功德 也希望大家做一個決定 把你的舌頭供養佛菩薩 好不好 不能罵人 因為你的舌頭 只有在勸人學佛 阿彌陀佛 沒有我的話了 把你的身口意供養給佛菩薩 這是真實的 發佛理心 那時候你身體也沒有痛 也不痛 因為什麼 因為你身體不是你的 你的身體供養給佛菩薩 就是慈戒的意思 讓佛菩薩的戒律 在你身上展現出來 就像你去泰國緬甸 看那些比丘出來託伯 他們是把身體供養給佛菩薩 很莊嚴的 他們在拓拔 他們跪在那邊 像我陪他們跪 然後在那邊唸經 受不了 我們是站著 藏人是作者 他们是贵的 还念那么多 念巴黎文 光那个脚酸根本念不下去了 但是他们已经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我想每个人都可以 把自己不断地往这边练习 那一个 请问你 如果一个法师有修行 你把一袋米放在他身 师父加持一下 会不会变黄金呢 并不是那一口气 而是法师累劫的修行 融入在这里面 所以刚刚格西他们在念 我会跟着念 会的念 他们念完三遍 我就加入那个米的咒在里面 他们念药师咒 念绿肚母 念心经咒 念廉师心咒 念很多很多的 我想意思是说 各位也应该会去继续给他加油 好不好 哪一天你发觉这个米怎么变金色的 还会跳呢 所以因为你已经融入了 然后这个米就告诉他们 今天大家共修的结果 来 跟我念一下 欧阿欧 自己累劫累事 深口意 说修功德 融入此甘露米 欧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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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诸佛加持 所有众生 得到利乐 永恒慈悲 同诚佛道 欧阿欧 好 那我希望各位把它扩散开来 这些米一边石 石 变白 到处去撒米 至少我很快乐 为什么 我经常到处撒面包 至少卖面包的很快乐 对社会 至少卖米的很快乐 最近卖水的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我把它们的东西拿来变成功德了 因为是他们卖的水 是他们卖的米 是他们卖的面包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同享功德 那我想一个利他的行为 是我们内心平静快乐 最好的方法 好 那希望大家 每天都拿出时间 为众生而修行 不是我喜欢什么 而是众生需要什么 因为一个人要开智慧 你为一个人想 只会开一个人的智慧 那叫小智慧 那你要开佛的智慧 各位要想 为所有人想 你为十个人想 奇怪 为十个人烦恼而想 怎么帮助他们 那你就会开十种智慧 所以为什么 有些人智慧特别高 一件事情给他做 他就可以把一个快倒的公司 快落后的国家都带到前面 他的力量 他的智慧 所以每一个要成佛的 他都必须要历练 做一个社会上 地球上很有影响力的人 甚至做上帝 做一皇大帝 做海里面的龙王 做土地神王 做所有树的树王 这是一个责任 你不能说我懒得 我懒得别的事情 我懒得管 他也没给我钱 我干嘛管他 世间的医生是很厉害 但是起码条件你要给他钱 虽然他有技术 他是有智没有慧 为什么 虽然他能力很强 但是他很执着 那佛教是以 以无分别的慧为基本 空性 然后学习帮助众生的各种方法 叫智 法门物量实验学 所以你这一点 你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不能懒惰 那为了要帮助更多的众生 所以你要亲近各种的善知识 深入各种的法门 那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很忙 但是不会着急 因为每天都在学习 每天都在福慧双胸 那你要规划好 整个路线要规划好 就是为了称佛 你才能够普度众生 那在这一点 你必须放弃一些 你个人的欲望 执着想法 不然呢 如果你还执着 世间的这些名望地位享受 那你修的所有的一切 只是一个一点点福报 这样而已了 福报 法没有所谓什么叫最高级福报 低级福报 动机最重要 所以各位不要偏一边 我是净土中了 其他的不要管我 我是你阿弥陀佛 那你把自己把门给关起来了 往生净土 是希望还没有正的空性人 都能够往生净土 而不是说 我念这个佛才是对 你们那个宗教不对 你们那个法门不对 甚至还毁谤人家南传 毁谤人家藏传佛教 这个会让你堕落地狱的 所以我想 念佛就是要跟佛的心 佛的心 佛的行 佛的愿 阿弥陀佛不会排斥这些的 阿弥陀佛甚至还会跟他们一样 来引导他们的 所以英光大师才会说 念佛是无上甚深 乃是无上密 为什么 因为英光大师深入经葬 了解各种法门跟修行 而不是说 他念佛以后 然后就舍弃所有 而不是说 一句阿弥陀佛包挂三藏十二部 然后就不看三藏十二部经典 人家是看完了再来说这句话 阿弥陀佛